各位亲爱的湾区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志勤 请不要忘了收看红星卫视TVHS1.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阿姨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妈妈我知道 她一直以来就是 就是有去她们的工 去跑她们的工 我都是跟上跟下 后来跟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姐本来要出国 然后呢结果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妈妈就车祸 然后很严重 然后之后 后来就是因为在车祸的时候 送进家务病房嘛 那种急诊室啊 就是会很多那些东西 急诊室通常都有很多 很多那些东西 你妈妈以前看得到吗 以前看不到 就是在车祸在急诊室 就忽然间可以看得到那些东西 然后后来她就看到 我们家的神明啊 就把所有东西都赶走 然后就走过去问她 问她说 你愿不愿意走这条路 后来她说好了之后 她说如果你答应的话 就让你脚就是完全就是让你 全部就是 康复 对 让你康复 后来就 好啦 后来就真的就是 就开了一家 这个工廟 对 就开了一个工廟 所以听起来好像 会做这一行的 有点都是这个神明去找的 跟这个神明有缘 对 所以你刚刚说 你们家的这个 后来的这个主神是不是 对 主神是谁 官公 是官公 就是 她其实也许跟你妈妈 早就有缘分 也许妈妈在跑工的 这段期间当中 她早就已经 可能 应该也算是有缘分 最主要是我哥哥 因为她 比较难 小时候比较难待 以前很多 其实很多故事 很多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很多就是因为小孩子 难待会请了一尊 家神回来 对 对 让这个神来养她 对 对 然后后来就请了一尊 所以也是官公吗 也是官公 就是小村的 她是一种家家神 所以你妈妈就这样开始这个神 对 就开始对 所以你说你们家在台湾 这个叫做公对不对 对 我有好奇 一般我们听说这个公啊 庙啊 这个寺啊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公庙 庙的话跟公不一样 公是从家神开始拜起来 后来自己有那个带那个命 后来就 开了一个公 庙的话就 就是没有说像有鸡筒下来啊 帮你办事什么都没有 她就可能就旁边有个桌子 或帮你解签啊 对啊 你是说 呃 寺 我是说庙 哦庙 所以公是算比较小的 对公算比较小 然后他们可以被这个upgrade 对会被upgrade upgrade upgrade通常是什么原因 就是信众变多啦 对啊 对 然后功德也做得比较多 所以功德做得多 这个 是不是这个神的这种法力也比较高 对 他等级会一直往上升 等级往上升之后就 之后就会 扩大变成庙 所以我很好奇哦 你出生在这样子的家庭啊 你觉得你从小同名 有没有跟别不太一样 有耶 因为常常就是家里会跑来一堆人 我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我要被拉起来 为什么 就是要帮忙啊 帮忙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准备一些 他要像比如说他可能要办事啊 你总要把东西做的东西 就是该准备的东西要准备好啊 对啊 所以就是小孩子都要去帮妈妈 对啊 客人来了你要泡茶啊 就很烦啊 明明就可以睡觉 为什么还要起来帮忙这些 然后为什么我的妈妈要 分享给这么多人去问事情 对啊 然后他帮了这么多人 然后自己也会调导一些 就是业障 然后自己会可能会 就是会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跌倒啊 或是 骑车出去被撞啊什么的 你好像 你刚刚之前有跟我讲过一个什么 有关于 你也不小心 接受到别人这个负面能量 而自己出事的事 对啊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在国小 他不过四年级的时候 然后骑脚踏车要去市场嘛 因为那时候我妈妈 都在市场做生意啊 那边放假 然后 要骑去市场 要去找他们 可是后来 骑到一半眼睛就看不到 然后就好像 可是知道自己在骑脚踏车 想要张开张不开 结果等我张开眼睛的时候 我已经倒在地板上 然后很多人就围着我看 然后他们也没有 也没有做什么举动喔 就是 就是看着你 所以你认为 当时发生的状况是为什么 觉得中邪吧 就是 有可能是你妈妈处理的那些 有一些 也有可能啦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 因为我那时候还小 也不懂 就算跟他们讲 他们也就是 也不会 也不会刻意说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疲啊 所以他可能觉得 会是我自己又造成的 所以他们不太清楚 所以他们不太清楚 你也是那种被神明带大的小孩 对啊 那 你是几岁来美国的 十二岁 你觉得这个 你这个十二岁来美国 也是受这种 因为你们家是 这跟我们神明很有缘的家庭 对 也是这种受 这种神明的指示而来的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 那时候刚好 就是也是叛逆期的啊 后来就 也是被 就是会去电动玩具啊 会去哪里玩 打撞球啊 可是 他们呢 因为我知道 我有看过他们 电动玩具门口有放一个炉 就烧金子的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 他们有下符 就是可能有烧符啊 就变成 然后会不自觉 就自己就变一个人 然后你就会每天想要去 所以他们烧了这个符 我以为 我常常以为这种项目 他们是想说让生意更好的 或者是 对 他烧了符 他不只烧符 我只看到他烧金子 我没看到他烧符 但是 就是 等于说那些人收了他的钱 要帮他工作 我懂了 他收了这些 这些符 有可能不是光只是说 希望这个商店发生意更好 而是希望 一些小孩子 会在你打电动 对 就是会一直去找他们回来 然后就变成 你会每天都想回去 可是那当下的 你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你还小 你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对啊 然后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家 我妈就问 就是 就是去我阿姨家问啊 然后后来她就说 先把我 她就给我 给我改了一下 然后之后叫我去 我就那段时间 我就被送去台北 我的阿姨家住 可是在那边住 回去了台北那边住的时候呢 我人就好好的哦 就恢复正常 可是一回到家的时候又变了 就又马上就想要去 所以你妈妈 最后决定把你送出到国外 后来决定就把我送到国外 是不是因为这个送出国外 这个这种符咒力量 就会消失呢 因为那种东西是 没有办法过海的 所以 就算我出国了 她也没办法跟过来 好有趣哦 所以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呢 能不能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这种 我们可能一般人不知道的这些 看不及的这些力量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自己去破除它 而改变它 我们广告之后 还会再跟他们多聊一聊 更多的这个公庙的故事 我们广告之后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又必胜全新第二代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机震撼上市了 何佳欢BM2000内建2TB硬碟 有32000多首歌曲 80%的原生原影歌曲 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 以及HDMI的高清输出 给您唱的过瘾又开心 何佳欢高画质卡拉OK半场机 让您听歌学歌标歌都开心 详情请下北加州总代理悠畅国际 118669882679 1186698826 中程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Quo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Quo 以忠诚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不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您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我们的温柔园队 氛气食品 湾区共有十一家分店 面包每天新鲜出炉 让您吃的安心 吃的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十一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尽在升级 北加州最大的新型休闲健康养生超市 韩国超市 天天供应精致的健康养生食品 新鲜肉类 海鲜 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 货品期权 物美价廉 韩国超市位于Sunnyville El Camino Rail 近Lawrence Expressway 七天营业 欢迎会过 各位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Frank Ho 《财字生活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财节目 湾区的生活大小事 聚番经济、工作、赚钱、科技 我们节目都将为您cover 每周四晚上八点 请不要错过TVHS 红星卫视1.9台《财字生活杂志》 《财字生活杂志》 欢迎回到《命运真奇妙》的节目 我们刚刚跟Tom聊到了 这个 有人 做这个 烧了这个符咒精子 以至于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跟着你 对 所以你妈妈只要把你送到国外 对 所以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送到国外 这个 你这个 所谓的这种 这个叫做被下伏吗 还是被下 被下骨 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只是有不干净的东西跟着 只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他会一直吹你去就对 可是你离开了就不会了 那如果说这样 这么说好有人他 他感觉自己被 被这种 下了符咒了 那他说那我去旅行一趟 然后再回来 因为有人说这个旅行可以改个运 这样是会有用的吗 旅行我觉得是 改变心情吧 心情改变 但是实际上没有用 可是你如果人真的离开那个地方 那些东西就没办法再跟了 对 哦 所以这也够要说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说 你感觉到你受了某一种这种气的这种影响 然后有不干净的东西跟着 可能你离开了这个地方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可以解除这个问题 对 但是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符咒 有人就是 会说 这个师父给了我一个符 要我烧掉 有没有 烧掉然后就是洗洗身体 或者怎么样 这个有没有办法飘洋过海 就譬如说 我妈妈帮我在台湾 跟师父要了一些符 我可以把它 在美国把它 可以 烧一烧这样 可以啊 那就是可以过海 可以 但是不干净的东西是不能过海 对 因为那是神开下来的符 不是那些东西 就因为神的等级是比较高的 应该也不能说神的等级比较高 应该是说 能量的 怎么讲他们就是因的 嗯 神祂就是 祂就是正面的 嗯 所以才可以做这样的 OK 嗯 好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因为你们家是开这个工 这个工的嘛 嗯 我常常会听啊 这种就是民间会常常会说 我们今天要凑一团这个浸香团 要一起去本国地方浸香 这到底是怎么样 什么过程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浸香这种习俗 你现在说这个凑 自己凑一个浸香团 那又比较不一样 那就是他们自己 凑一个浸香团 然后自己去每家庙拜拜 嗯 对 啊如果是从工里面自己要出去的 要自己举办的浸香团 那就是整个神明都要出去 嗯 对 那他为什么会 那他们去浸香 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会有 就是神后会告诉你 他可能会提前一个月两个月 嗯 然后会跟你说 嗯 我下个月或是什么时候 要去要举办浸香 嗯 然后他会把行程都告诉你说 啊第一天要去哪间哪几间庙 第二天要去哪几间庙 然后回来的时候要做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 他都会把你交 他都会跟你交代好 那我很好奇 所以为什么你们家的宫 还需要去别的庙里去浸香呢 是因为他们其他的宫庙的等级比较高吗 或者是 因为 有一些其他的理由 因为我们这个宫呢 他是从 我们的家神 嗯 然后他带了这个 我妈妈带这个命 然后要开这个宫去帮助别人 对 可是 一整年下来 你的兵马兵将啊 那些也会有损伤 所以变成说你要去浸香 就像 就像回娘家一样 可是我怎么听起来很像 我没有陷渡任何的生命 可以有像黑社会啊 就有一些那个 战败的一些那个 这个可能兵将啊 然后可能就会需要去 等于说回他的老家 对回去疗伤 就是疗伤 对 所以他就要 那为什么会有 要去其他的地方 然后回去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这个 有关系啊 因为一个宫庙他不可能只有 对一个宫庙他们都有一个主神 但是他们不是只有一尊神 他们有好几间神 对啊我看这种台湾的这种宫庙有一个 像你们家是关公对不对 对 我想起关公旁边一定还有什么 关系菩萨 有 还有太子爷 对 还有土地公 对 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什么斗咒啊 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 没有在神桌上 就是没有实体的 但他们也都存在 他们也都存在 只是你看不到它 所以他们每个一阵子 就需要去回他们的老家 回那个他们的总部 对 去疗伤 对 也不是疗伤就是回去就像抱公鸡一样 这一整年我做了我们这个工 做了多少 做多少事情 嗯 然后抱你一整年 你这样做下来 你帮助了多少人 而且公鸡啊 然后你回去就是会 兵马兵将受伤了就换回去嘛 他就会再给你多一点兵马兵将 哦 你这个工的功德 就是等于说 你的工 它的等级会再往上升 哦 你多了这些兵将有修复之后 你的等级会往上升 等于说 他是看你的功德才往上升的 他一定会再派兵马兵将给你 你讲到这个兵马兵将 我就会很好奇哦 这个 我听说这个兵马兵将 在竞商的过程当中 它会被抢 对啊 会被抢 这让我很好奇 你可以聊聊 因为有的人呢 他 他可能 动歪脑筋 对然后他就可能 表面上是要迎接你 可是他也有可能 趁机就把你的 兵马兵将给拿走 在你还没有安顿好他们之前 直到你把他们安顿好之后 谁也拿不走 所以你一直说 有可能 这一团这个 寺庙的神明 以及兵马兵将 他们要去别的寺庙 禀报公经的路上 或者是回程路上 在他们还没有被安顿之前 对 可能就被别家的这个 这个神明等等的 就中间就 对 会被人家拿走 掠夺走 对 整个安顿好之后 他才是整个 就是由我们 就是由这个功 他们可能比如说 今天你来问我 你来问世 你要有可能解除什么 殷兰达症 那我今天 如果那个神下来 下在我妈妈身上 那他帮你查一下 那谁要去查 他当然是派兵马兵将 去你家查 对我也是很好奇 所以是偏偏偏这样来查这些资料 对 如果说你平常没有 完全连烧香都没有烧香啊 等到你有事你再来求 很难查 因为就像你没有 就像你没有犯过罪一样 你没有前科啊 根本查不到东西 但是你只要有前科 一查马上就可以办到 你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所以这些兵马兵将的工作 就是 等于说有点像是 被安排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去这个人家里 查一查他家的事情 对啊 要不然就是今天 可能这个客人 常来来我们家拜拜啊 然后祈求平安 那总会有一个兵马兵将 每天跟着他啊 这些都是要兵马兵将去的 这兵马兵将还有可能就 就是会一直在旁边 然后随时有什么状况 他随时会汇报啊 所以意思是说 他就像跟这个人在旁边 他也是不会离开你们家的 这个主神的身边 但只是说他会跟这个人 对 听起来病人不要需要很多 对啊 所以需要很多啊 那为什么他们有时候 可能会受伤 或是有这样子 受伤 他们也 其实跟人就差不多 人都每天工作也会累啊 身体也会不舒服啊 对啊 这样有没有可能 譬如说他今天去 跟在这个人旁边 结果他这个人 可能遇到不好什么事 结果这个兵将可能跟他 他会汇报 但是他我们 他会汇报 可是直到那个人来找我们 嗯 但也有可能这个兵将在 中间的过程当中 跟其他的一些灵 有一些冲突 也就是有受水的现象 或者什么 这都有可能 哇好辛苦 我真的觉得 不管是有形界无形界 其实大家都要 把我们的灵魂层次提高 每一个人的这个 工作都不好做啊 对啊 压力都很大 也会有受伤的状况 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 好啊 那我知道你这个 在这个公庙待了蛮久的时间 所以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 宫庙的故事 发生在你自己身旁四周 还有以及你妈妈的一些这种 客人上面 都有很多 对不对 等一下 廣告之后再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 好我们广告之后呢 还会再跟Tom分享其他更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哦 走进小状园 就像进入了童话故事 那浪漫的笑舍 配合着不同时刻的阳光 透着诱人的色彩 老师的关爱 课堂里的歌声 图画 都像梦一样的陪伴着孩子们 在这里成长 多幸福啊 小状园 Green Tree Bilingual Montessori Preschool 408-873-2889 408-873-2889 天灾人祸 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柳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 与知识 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 可以省钱 省时 更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 510-366-2657 510-366-2657 新星公司为您推出 老牌子精华午餐肉 精华午餐肉肉质细腻 口感鲜嫩 风味清香 料理方法千变万化 最适合东方人口味 多种吃法满足您挑剔的味觉 不管是炒饭炒面 或是制作三明治 各种中西料理均可搭配 精华午餐肉 经济实惠又方便 各大华人超市均可购买 服务 ujиля 真的推特 D bo me Pena蝦面 诗 95 诗 copper 现在有两款全身口味 胡椒辣面和素面 一样令你忍不住口啊 您想推广您的产品以及商业业务 深入到湾区的每一个家庭里吗 红星卫视可为您的行业 量身打造不同的电视广告企划 让您的产品深入人心 让您的业务蒸蒸日上 请赶快和红星卫视的广告业务部联络 广告洽权专线 510-585-6187 510-585-6187 欢迎回到我们命运真奇妙的节目 我们现在要继续跟Tom来多聊一聊 这个宫庙的故事哦 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你自己发生的好了 有没有一些这种 这个跟神明的这个沟通 或是有关的事情 有啊像比如说 像我哥哥 对他小时候他都五岁的时候 然后他呢就跟我姐姐 牵他过马路 然后呢 结果他 他不给我姐姐牵 然后他自己就过马路冲过去 五岁的时候 对五岁的时候 然后就被一辆卡车 然后他的轮胎是双层的 然后就前面跟后面都撵过去 可是他后来带到医院 我妈那时候就在对面坐 我们那时候卖面 然后马上吓到赶快带到医院 可是后来怎么照他都没有事 他被一辆大卡车撵过去 然后人完全没有受伤 就只有一个轮胎印在肚子上而已 因为就是你们家的生命有保佑 对 这真的是很难解释 你说如果真的是没有生命的保佑 你没有办法相信一个五岁的小孩 被一个车子撵过去 身上还有轮胎印 然后一点事情都没有 对 其实我也听过类似的例子 就是从潮上掉下来 身上毫发无伤 就是也是因为有生命保护的关系 也许吧 有的我觉得是命 对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神奇 然后我知道你自己也有过 就是可能 因为不小心触犯到这种 你们家的灵 然后受伤的事情 对 对啊 就是人家家里 他可能 他自己 他爸他的妈妈 其实早过世好几年了 可是 他们一直做什么事都不顺 然后 后来他才来我们家问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他爸妈 就是他妈妈 在那边过得不好 所以变成一定会回来找他们 所以 其实后来他有来找我们的时候 其实他妈妈已经在我们门口 都没有离开过 所以他妈妈一直都跟着 对 我们本来是 差不多过三天后要帮他办 可是他一直在门口 刚好我在大扫处 然后就在洗那些铝门窗 我又不知道我踩到他 结果他就把我推了一把 然后我就整个就 把那玻璃踩到正中央 就整个踩破 而且我没有穿鞋子 就整个踩到正中央 结果就是 就是 就一直狂喷血 所以你们这样 开公庙 其实很容易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后来是我妈跟我讲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我也看不到你 对不对 你就在我家门口 其实你知道 我常常听到 我不知道你 因为我常常听到人家说 人家说你怎么受伤这么严重 有些人在医院 他说我不知道 莫名其妙 我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 所以听起来 这好像可能是真的 如果看得到的人 这也许真的是真的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但是你最后还是好了吗 我最后还是好啊 只是我还是 就是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你小时候可能会常常会有这种意外受伤 就他们可能要利用这个方法来跟你沟通 就是让你受伤或者是 对 所以你小时候还好你有这个声明在帮你带你 然后还有就是要不然就是有客人会来问事啊 然后就是问他小孩啊 可是怎么讲 我也是第一次看过神明发笔记啦 我也不是说第一 从来我从来没有看过说 怎么会有人一直问同样的问题 问到连神明都发笔记 我在旁边面一听 其实都很清楚啦 我都很明了 可是他们他可以用十种 嗯 二十种 不同的 为 然后去问同样的问题 嗯 嗯 所以我懂你的意思就是 你感觉到说 其实在问事的过程当中 你感觉到有些人是比较执着 对 是不是你要讲这个意思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人没有必要做 没有必要说 需要做要这么执着啦 嗯 对啊 因为他也不可能说 全部都跟你讲的一心二出 对 所以你在这个 小时候在公庙长大 你也看过 我想也看过很多人生百胎 对不对 还蛮多的 对 你有没有比较 这种深刻的一些想法 或者想要跟我们分享 深刻的想法 对啊 或者是这种 对人生的这种体会 或者是对这种 有形界无形界的一些 我觉得人还蛮 怎么讲 比较 执着又盲目啊 常常会被一些事情 就是被挡掉 什么都看不到的样子 然后就必须要去求神问佛 但你觉得事情真的有真理的 但我觉得其实 还好也没有说特别的严重啦 都是一半一半 可是还要 这也算是 可能也算是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剧图 对 所以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其实 很多人 其实以外面来看 会觉得这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 可是一般人都会把它抢得太严重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庙啊 这些真的是有它存在的意义 跟它非常正面的力量 可以帮助很多人 抚慰他们的心理 对 那我今天也在这里 也非常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下次希望有机会 再跟我们多聊聊这种台湾有趣的这种公庙文化好吗 好 当然我也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的话 也欢迎你写信到 clara.tvhsusa.com 最重要是不要忘记我们下周六晚上九点 锁定我们红星卫视一点就太 让我们下约在命运真奇妙 我们下周见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Clara 现在就由我来告诉大家 本周星座运势 本位星座有 摩羯 天平 牡羊 跟巨蟹座 摩羯座的朋友 本周你工作上好意持续延伸 裁员收入稳定 请把握有可能的竞争机会哦 天平座的朋友 本周你的爱情陷入了沟通不良的状况 你的恋人需要你的温柔对待 而是你的伶牙力气 请多听少说 才能让你的爱情分温哦 牡羊座的朋友 本周你沉浸在爱情的美好当中 眼前恋人的温柔细心 将会让你考虑 是否它可以让你多富终身哦 巨蟹座的朋友 本周你少了温柔浪漫的感性 只想要在工作上全力以赴 工作上你将可以完成很多计划 固定新座有 金牛 狮子 天蝎跟雪鱼座 金牛座的朋友 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好的转变 也代表了你将面临抉择的时刻 新的方向将会带给你好运气哦 狮子座的朋友 你一心冲刺工作 而忽略了感情的经营 请多关心你情人的感受 才能够让你们之间的爱情延续下去哦 天蝎座的朋友 与他人合作的工作计划 本周容易有意见不同产生的口角 心里心平气和的沟通 才能够让计划进行顺利 水瓶座的朋友 本周有想的太多的困扰哦 请多注意你的睡眠品质 身旁老朋友给予的温暖支持 将能帮助你隐身心情 变动新座有 双子处女射手跟双鱼座 双子座的朋友 本周你容易出现小感冒的症状 等待你的休息过后 将会有意想不到工作上的好消息等着你哦 处女座的朋友 本周你有成为学校或者是学习新技能的机会 请不要被心中的幻想扰乱了你的资讯 脚踏实地将能完成你的目标 刺手座的朋友 你将在感情跟工作上无法兼顾而感觉分身乏数 请先把你的感情放一旁哦 专心工作将能够有成就 双鱼座的朋友 本周你将同时出现男性与女性贵人的协助 财务上将有变动资金的机会 转变将带给你好运气哦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